疫情趋缓,端午节要到了 为了让更多长辈走出家人 吉安湘老人会14号上午 在吉安湘老人会馆举办了109年 欢度端午节包粽子活动 今年分组进行 三两下时间老大人们就各自完成了 现场区中卫出席 他也提到了 明年将会以家庭主方式要举办三代同堂 一起来包粽子 位在吉安湘黄昏市场旁的吉安湘老人会 有超过百位的会员加入 14日上午特别在端午节前 举办了欢度动物节包粽子活动 有感往年粽子分配不均 今年特别分成10个小组进行 并提前备料 不过三两下时间老大人们各自完成 如果明年有机会 我们办家庭主好不好 就是阿公阿嬷 还有我们的孩子还有孙子 这样家庭主 这样子还有个传承 为了让老人家来这边齐聚一堂 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 那让我们的会员 因为我们参加的仅值于我们的会员 那要感谢邱主席跟江景文代表 两位协助我们经费的补助 让我们能把这次的活动办得圆满 那也感谢县长跟乡长 还有吴建制议员 给我们的老人家 大姐大哥他们很多的鼓励 以及身体健康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节安乡老人会专门为社区长辈 量身打造休闲好去处 谢丽华表示 因为疫情影响关系 接下来7月份将会举办自强活动 撞球捉球歌唱联谊 奇艺竞赛 欢迎更多老大人加入结家好朋友 并建立活络的人际网络 联聚社区力量 记者蒋芒艳节安乡报导